這麼善良的女孩還這麼年輕 真的當姐姐的真的 覺得替她非常的惋惜 然後在這裡也住院琦 到另外一個世界啊 當天使這樣 我不知道 我還沒有 從院琦離開到現在 我還沒有見過他們 因為我今天是剛剛從台南 剛下高鐵 運氣是一個很乖巧的女孩 很善良 就是會覺得很不捨 這麼好的女生 這麼乖巧 這麼孝順 這麼善良的女孩還這麼年輕 真的當姐姐的真的 覺得替她非常的惋惜 然後在這裡也住院琦 到另外一個世界啊 當天使這樣 然後也希望她在天上可以 跟主可以跟隨著主 然後快快樂的繼續當她的天使 我覺得她在我心目中就是個天使 所以我有跟她通過幾次電話 就是有時候偶爾就會聯絡一下 然後就LINE一下這樣子 我一直以為她應該一定會痊癒 只是讓我很錯餓 因為她一直很保護 就很養生自己 然後很 我問她說 你平常有在好好的就是 飲食啊各方面 然後不要太太勞累 然後她有時候 說有啊她就是 她把她自己照顧得很好 所以我就很放棄 我有打打打電話 就大哥現在 我現在是等於是 也是我們這個 全國藝人公衛 我來擔練他的位置 我現在是擔練了 他的理事長這個位置 所以我們平常都有在聯繫 我們的交情 又是從以前到現在已經是 快四十年了 快四十年了 今天看到這種情形 還有前兩天 看到妹妹走了以後 看我大哥大嫂 兩個人哭成這個樣子 真的 不會講 大家都 也就跟著哭了 不然怎麼辦 就是這樣 他們兄弟姐妹 他算是最乖的 哈哈哈哈 可以這樣講 他算是最乖的 那 都不錯啦 都不錯啦 只是說 那三個小孩 沒有 他是最乖的 最乖最聽話的 對 所以他為廠長講說 他好像 就好像在一個節目上 在那個電視上 他不是有講過說 好像把他以氣一樣 說他媽媽都不關心他 其實喔 那個大嫂跟大哥 他對小孩都沒話講 他都很疼小孩的 他本來身體還好啦 就是說 上個禮拜不是說 他 這個 右手 這個肩膀 麻 就算 什麼麻痺 好像以為他以為是中風 男孩子是 中風都是在左邊 男孩子中風都是在左邊 所以他右邊的時候 我聽到的時候 我 我有跟他講說 那個沒事 那個沒事 因為我們正常中風的 女孩子都是在右邊 男孩子都一直在左邊 他說他的手都麻 麻掉 那跟他那個中風應該是沒問題的 不是那個問題 他本身以前 骨頭就不是很好 從年輕的時候 他的脊椎 什麼的 他骨頭就不是很好 他說一直也是 再吃藥 再顧他的身體 還算顧得很好 但是我們好就知道 我們好來 peg不穿 快點 我們好 我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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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 都 我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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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群的